現代陶藝 我們來介紹幾位現代的陶藝家 畫面中看到的幾件作品 非常的有夢境的表現 在藝術性的傳達當中 使用陶土作為他傳達的媒介 把藝術家心中的藝術情懷 利用技術傳達出來 現代陶藝既不是宮廷藝術 文人藝術也不是現代工業設計 我們談的現代陶藝 非過往的時候在朝廷裡面 奉獻給皇帝的一個寶物 或者是像是他們的一個古腕 那也不是文人藝術去附庸風雅的去談論 也不是現代工業設計當中的一個量化的名詞 我們談的是一個現代藝術的設計情懷 現在陶藝呢 它是用現代藝術觀念來表現一種純精神和情感的 個性化很強的純手工原作陶藝 畫面中看到的這個作品是由簡智達藝術家所表現 簡智達先生呢 他一直在一所施力的高職美工科任教雕塑部分 在雕塑的技法當中非常的成熟 但過去的話是用土捏塑之後翻至FRP去成就一個雕塑作品 但在近年它接觸了陶土的創作 而把純精神跟情感的意境藉由陶獨表現出來 作品中可看到在尖椎的頂上有彷彿山水的夢境 有高山有樹的形體的精神 那在一個非常夢境式的雕塑手法當中 藉由陶土去呈現 現在陶藝呢 它可以說是民間逃逸的延續的發展 現代藝術跟民間藝術的綜合體現 我們看畫面中的兩組作品 其實也跟生活用具 它的功能性來講還是存在 但是在創作的部分加入了現代陶藝的手法 材質的表現 又要的變化 那跟附和媒材的結合 這都是在作品當中 巧妙的利用技術去表達現代陶藝 左下角也是陳藝人陶藝家 他所設計的一個瘟罐 他手上握著這個瘟罐來講 他表面的幼藝 經由高溫燒製之後 呈現出來的流動性的一個幼色 那在平口的地方 他使用異材質去結合 去做這個容器的完成 那右手邊的這組作品 則是劉武老師他所製作的 劉武老師他的背景 原本是一位從事書畫的一個學習者 那在接觸陶瓷的過程當中 逐漸的轉變到生活功用的一個陶瓷用品 但是在功能性的茶杯茶壺用具當中 他利用了他以前書畫的基礎 那去用右色去表現出美麗的質感 現在陶瓷 他重新恢復自由 不侷限在特有的功能或者是形式 他奔放 卻也保有淳樸跟樂趣的一個藝術風格 他肯定了手工的價值 畫面中看到的兩組作品 左邊這一組是黎世芝老師他近時的創作 他利用陶土跟金屬的結合 在表達一個夢境中的一個未可知的一個世界 彈述的是一個海洋的一個末日 中間他利用了自由奔放的格局 那也包括材質 他善用手工下去做捏索跟成形 那又圖的這一個簡直達的另外一件夢境式的作品來講 也是非常的有所謂的純樸跟天趣的藝術風格 書本打開 故事書裡面的主角跳躍出來 那在雕塑作品當中呈現的這種不可思議的畫面 都是文字裡面沒有辦法去敘述的 現代陶藝他放寬了對材質的運用範圍 還有對泥土本質的探求 現代陶藝他不拘一格的追求更多的表現方法 他更重視火焰的神秘作用和偶發性的肌理效果 我們介紹的林士芝老師 他喜歡陶藝跟幼藥的結合之中 放到窯裡面去燒製的過程 在歷練的過程當中是一種期待 那卻也是一種未可知的一個探求 那等到電搖或者是搖爐 他已經溫度成型 溫度到達燒製的溫度點之後 那等到成型的這個陶藝作品 在開搖的瞬間 他簡直就是像是一個揭發謎底的一個呈現 那有許多神秘的跟偶發的一個效果出現 底下這三件作品都是林士芝老師 他善用陶藤 歸列 幼藥的變化跟激禮的一個呈現 非常的有樸實跟泥土的一個本質的一個表現 現在陶藝 它是民間陶藝之光 他回归意思的反应 也就是作者他有什么想法 他借由陶逸是一种材质的媒介 然后去传达设计者他的理念 他是二十世纪现代审美的表现 现代陶逸寻找失落的民间陶逸的 质朴情感和语言 丰富和刺激现代陶逸的新的表现 画面中看到是临时指导师的两件作品 他左下角的这一件 桃湖的身体的部分 那个湖身的部分 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捡到了一盒汉字的刚印 然后利用了刚印去压 在土当中去压印这个文字型 在烧字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在作品里面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情感 那又图这一件双手合握的 这一个陶逸作品呢 则是表达人跟人之间 他情感的交流 在捏缩当中 他具有写实跟情感 跟材质的表现 这就是现代陶逸它的趣味